OdioJungle OdioJungle 原标题,寿出鞘臀A4腰还狂乱豪宅,不敢相信这是42岁的蛇丝吗? 海豹君最近在追堂新风暴3,内容还是豪文家庭的那些狗虚恩怨,但感觉这变了味道,TVB新一批当家花旦们的表现更是法善可尘,让人不得不开始怀念港剧全盛期的黄金正容。 今天海豹君就想跟报友说说,TVB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当家花旦。 蛇丝曼,说实话,作为一媒看着TVB是长大的电视儿童,海豹君早期是很不喜欢蛇丝曼的,这跟她以前交金的头衔与成名环境有关。 蛇丝曼跟很多TVB的知名花旦一样,入行是因为选港姐,那一年阿蛇刚刚从瑞士大学毕业,回到香港后变在妈妈的踪拥下,参加了1997年度的香港小姐选美。 其实在那季参赛者中,不管论颜值还是看旗帜,蛇丝曼都不是很出众,当时基本没人看好她,在大年恰逢香港回归。 TVB抓涉了一个唐宋元明清等六大朝代主题环节,阿蛇抓住了机会脱颖而出,最终晋级五强,并夺得了季军。 比赛结束后,蛇丝曼就拿到了做女主的机会,运气可以说是好的诈变。 不过根据传说,蛇丝曼当时能上位,似乎也是撞了大运的。 因为,按照惯例,TVB每年都会从高姐选手中超一两个重点培养,而那年TVB最初选中的是冠军翁加岁和亚军的李明慧。 但这两位女子,不知道是重鞋了,还是闹壳坏掉了,居然闹出了二女抢一男的CX大戏,还没红就负面产生,这样的花旦谁敢捧。 于是,TVB便将所有的资源转给了蛇丝曼。 这个机会对蛇丝曼来说,太好也太突然,但她显然还未准备好。 而且,蛇丝曼出道的时间下号卡在了TVB的花旦白盛西。 那时,郭可颖,蔡少芬,全勋,陈慧山,张可怡正抢得头破血流,根本没有多余的位置留给新花旦,再加上当时的主流审美,更偏向瑞士,先手,成熟的独立女性形象。 但蛇丝曼却是圆嘟嘟,娇滴滴的,她又没接受过表演训练,也没有演出经验,一上来就是女主,表演各种不自然。 但蛇丝曼被诟病最多的还是发音,香港观众的评论特别精准,说她是鸡仔生,假生假气的,十分做作。 在萱萱、陈慧山这些道花旦的衬托下,蛇丝曼的表演就显得更剧嫩了。 这种对比,在形式征集当案自终被放到了最大,除了演技备受制以外,蛇丝曼拍摯常常跟男主传绯闻,也是消耗她好感度的原因。 港门甚至启称她为娇精,TVB发电机,房间传闻跟她对戏的男主角都逃不过她的假工。 但实际上,蛇丝曼入行近20年,媒体或者路人拿得出实锤的恋情,只有陈昊,名语正嘉莹两段。 蛇丝曼跟陈昊明是2002年,拍电影《飘湖男女擦出爱火花》的,06年。 蛇丝曼在智云办局上亲口承认了这段情,怕跟陈昊明早期是地下情,但后来被媒体曝光之后,感觉就豁出去了,更弄出了声韵会上新闻半分钟的新闻。 港媒还曝光了一段,以此两人激情对话的录音,不过真假难定,04年的时候,两人传出了婚讯,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,就传,TVB高层当时和反感, 两人拍拖拍得这么高调,于是约见了阿蛇,以身后为交换让他与陈昊明分手,但这纯属小道消息,真假难辨啊。 陈昊明之后,蛇丝曼还跟丁四高,马德忠,吴卓系传出过绯闻,不过都没有实锤,可信度不高下土雷凤凰凤凰四重奏宣传活动上,马德忠与蛇丝曼格莫克斯,直到08年拍完,法政先封二, 陈昊明出现了,有人总结过两人恋情,大约是这样一条时间线,因为当时陈昊明已跟正台女友谈了五年恋爱, 这段未经当事人承认的恋情,让两人的人气,遭受了严重打击,也让蛇丝曼交经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,好在私生活拖后腿,还有这些纯属的业务水平可以帮衝,蛇丝曼这些年交出的成绩单,是极具收服力的, 从最早的十月初五的月光,到金之月念,活五黄沙,最后是使徒行者,那一步不是经典,期间,他更两次拿下了双料事后,从众人吐槽到吃力花呆,蛇丝曼能扭转舆论,就算不是完全靠实力,也绝非颜值或者打工,那他凭什么呢? 首先呢,跟早期软,长得形象不同,蛇丝们骨子里是个特别独立,也很好强的人,蛇丝们是在担心家庭中长大的,他五岁的时候,父亲就在交通意外中丧生了,妈妈那时候挺着大肚子,弟弟还没有生出来,挨蛇看见妈妈不停的哭,便对妈妈说,妈妈不哭,我陪你睡吧, 从此,蛇丝们陪着妈妈睡了,十多年直到去瑞士求学,这样的家庭背景与经历,让他比同龄人更早熟也更圆滑,并有着非一般的忍耐力,所以他早年拍戏,即使被性情暴躁的导演,用剧本砸脸,当街暴出,也能不哭不恼,继续乖乖拍戏,任准了演员这条路,顶着骂声,此刻着也要走下去, 并且越走越顺,越走越高,其次呢,他够勤奋,够薄蜜,也够敬业,在香港,TVB是个吃人的电视台,几下新军艺人士出了名的工作强度大但收钱少,通宵感谢,同时看两班的情况是常有的事,从98年入行至今,阿舍拍了43部电视剧加10部电影,是名副其实的高产女王,最忙的时候, 他是过五天四月没睡正常教,多的时候一年能拍二百多集的戏,不住睡那种啊,是为有几个流量小花能做到,早年观众喧气他几载声,他就每天坚持在家朗读报纸办小时,拍火舞黄沙的时候,他背着小孩拍戏不小心摔倒了, 但为了保护小孩,他选择90度正面倒地,一直下巴受伤,却坚持带伤上阵,挺得杀青,导致现在下巴都流有伤吧,而且剧中很多高位动作戏,他也都在导演的指示下自行完成了,同剧演员都抢着赞擦桥,拍视图形者时,他也是尽可能的亲身上阵, 却因为一场飞车戏,而让颈椎受伤,并引发就缓,当时,他的手部甚至出现了麻痹的感觉,医生让他最好休息半年,但是为了不影响拍摄他还是坚持了下来,第三,蛇师慢行伤高,懂得审视多度,借力打力,TVB语言众多,是个是非地,花旦小生之间勾心斗角是家常店饭, 他们家难搞的当家花旦,遗数一堆,而最大的刺头就是萱萱,张可怡,但学士慢不同,他出道这么多年,几乎很少传出耍大牌,或者与其他花旦不合的新闻,就算他后来离开TVB,也是好聚好散,至今凡色台都还把他当作亲生女看待,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,在人际关系方面,香港知名于一家小新, 曾经这样评价蛇师慢,他说,蛇师慢是金正玉玲后机品恢复手机,留言效率最好的艺人,每次留言给他,他即便忙得不能亲自恢复,也一定吩咐住手来电,有时刚从难得的数小时睡眠醒来,他也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回电,这种行为堪称圈中还有,可以说,阿蛇是个很拎了筋的人, 他坚守着今日流一线的日跑向线的处事原则,所以才很少得罪人,并能看清现实因底质疑,选对近欲退的时机,阿蛇一直不是那种明负面的完美型演员,但他活得很独立且坚定,在娱乐圈,他其实可以靠脸靠男人,就可以过上风衣足时无忧无虑的日子, 他却偏偏选择在骂声中迷行,打下属于自己的一批天,早早便完成了养家养老妈的心愿,成了坐拥上一身价的楼神 现年42岁的蛇是曼,开了自己的工作室,不再做拼命三娘变得更自由,人气与影响力早已不复当年,但状态却越来越好,整个人容光焕发的,身材也好的炸裂,刺A的腰,佼佼的吞,美国很多20岁小花,各位仙女们是不是也很羡慕嫉妒恨啊,正在点头的你,赶紧点个赞吧。 谢谢大家